我們看一些你之前的訪談有講到說 你曾經就是窮到只剩下43塊 嗯 那時候是發生什麼事或什麼會 那時候是在做魚蹦嗎 對啊 那時候就在 好像 我不知道哪根筋不對就是 我反而很窮 然後我還把我的打工給吃掉 有一種破釜沉舟的感覺 就是 我要全職做喜劇 不管怎麼樣我就要進去 你那時候發現自己很孤獨了嗎 呃 還沒有 還沒有 那時候還在憤怒的說 我到底幹嘛 哈哈 我還在不解我自己的狀態 嗯 那在魚蹦那時候你有 你在那邊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最大的收穫就是表演 就是有上很多課 然後有學習到很多表演經驗 嗯 對 其實他 其實 就是再加上我個人特質 他其實是可以無縫接軌去講Stand up 你說在魚蹦星夜這個劇團的訓練 可以無縫去講Stand up 然後他讓我具備蠻多技能的 哇 這麼厲害 你在那裡待多久 有到是正式的團員嗎 有啊有啊是六七年 我幹很久欸 對啊六七年七八年 對 蠻久的 你之前在劇團呆了六七年時間 是可以收到 是收到什麼訓練 嗯 就很多表演啊 然後也是寫企劃 然後上去演短劇 然後漫才嘛對不對 對啊 然後很多 很多巡迴 我覺得巡迴幫助蠻大的 我好奇的是在劇團的生活樣貌是怎麼樣 因為我完全不理解 在我腦袋裡就覺得好像是歌仔戲戲班一樣 大家就是住在同鋪 然後有什麼東西 大家一起一台車一起出去之類的 我不太確定發生是什麼樣的 哈哈哈哈 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像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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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惡意在笑你 只是 我在想說 有惡意也沒關係 就像以前的齊小福 那種概念你知道嗎 我 然後就戲班子 真的 我在想說我要從零開始講 哈哈哈哈 拜託我相信很多人會跟我一樣吧 我們就是 我們沒有住在一起啦 哈哈 對對對 就是 其實 就跟一個工作室一樣 他比較像工作室 就是 我們會一起辦一場秀 就我們每兩三個月會辦一個現場的秀 一個現場活動 那是需要每天大家都要集合到辦公室 或者是到那個工作室 有些人需要 就是主要的人需要 然後 其實跟現在生活也差不多就是 回家寫本 然後去排練 那樣子 就是 我覺得比較差別的是排練啦 排練是 就是 要 排戲啊 嗯 對 所以以前的那個劇團是 呃 漫才對不對 嗯 漫才要怎麼排 漫才是什麼樣的喜劇形式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漫才就是 呃 一個裝傻一個吐槽 然後 兩個人很有趣的聊天 這樣子 你送我看看 哈哈哈哈 但是高度scripted的 就是 對 呃 笑點是很密集 然後很精準的 對 怎樣 那我覺得 你的回答非常的 有 有趣 裝傻啊 你會說沒有吐槽啊 FUCK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覺得 有講跟沒講一樣 我嗎 哈哈哈哈 可是 就很精準的一個裝傻一個吐槽 然後就很有趣的 的聊天 你沒有 就 就是我不覺得有更好的解釋方式 哦 對啊 因為 因為大家會覺得很日式嘛 這是日本傳來的 對對對 的 戲劇模式 對對對 那你覺得跟相聲 是差在哪裡 哇 好久沒被問到這個問題 相聲 就差在文化跟語速 然後 笑點 不同而已 所以就只是那個 因為傳奇的地方 不太一樣 對啊 對啊 那你自己比較喜歡 慢才的形式 還是stand up 哦 stand up 哦 對啊 為什麼 我問過很多 慢才做很強的人 都會這樣說 真的嗎 對啊 我一直以為 慢才你有一個夥伴 是你可以直接把 Energy 這樣子來回的丟 是啊 是啊 可是慢才就是 需要一個 一個夥伴 然後 對 就是 你如果沒有那個夥伴 你就不用做那件事情 所以對你來說 那個 你 你適合你的夥伴 這樣會比較難找 就是 對啊 反正 它就是兩個人的東西 對啊 然後 你沒有它 你就真的不用玩了 所以 那就不是你的慢才了 所以會很容易 就是沒有辦法做下去 對啊 因為假設某個人 什麼 人生目標改變 對對對 所以我決定 對啊 做別的 所以很多人後來都轉去做Stand-up 哦 來課龍 就可以靠自己 這樣子 對 然後 因為我後 我後期慢才在做的時候 已經有點像Stand-up 就我已經在批判了 嗯 對 然後會藏一些比較政治的 或是一些 環保液體之類的 把液體放進去 就是 蠻Stand-up的做法 所以傳統慢才比較不會這樣做 對 就是生活小事 就很適合在中國發展啊 嗯 對對對 都慢才這種 他們現在慢才很紅耶 在在中國 對啊 然後 明明沒有很強 然後就賺超多錢 可惡啊 那你會想過去那邊發展嗎 沒有 已經來不及了 是這樣 是因為你加入的公司來不及 還是你自己覺得現在來不及 就是我之前也 你有講過一些嗎 超多啊 之前啊 對啊 就蠻多的 所以如果沒有 他們沒有這個 言論限制的話 也不排斥 這句話真是廢話 這廢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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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ck 對不起 這尷尬 你就是 你就是 要把空間填滿的人 這樣的話 Fuck 這就是我 交給你 交給你 好 那我們剛剛說到 你之前 只剩下43塊 那那時候你怎麼度過的 就一直借錢 就跟朋友借 對啊 然後 對 就 就跟朋友借 你一次都借多少 一百兩百 超可悲的 就借一兩百 我原本以為借一兩千耶 對我想說一兩千 就吃頓飯這樣 對對對 然後 就搭個公車這樣子 啊明天就再借這樣 對對對 就撐到下一個Paycheck來 再還給大家 對對對 一兩百是有時候不用還 他們也會跟我借 大家就亂掉了 對對對 那你現在變有錢了 你覺得你的生活模式 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 不用借一兩百 對啊對啊 就是 差蠻多的 嗯 一定 就是 那以前朋友有沒有來跟你借錢 沒有耶 對啊 他們也都過不錯 你是切斷 切斷所有朋友的聯繫 很怕他們來借錢 我找到 把他們串下去 沒有啦 怎麼可能 就喝酒吧 喝酒很花錢耶 你都去哪裡喝 你喝什麼 我好想開玩笑 但我閉嘴 哈哈哈哈哈 你應該 你好危險的 我完全沒有想到耶 沒有 可是 愛喝酒 這跟有沒有錢 不一定有關係 很多人就是賺多少錢 就通通拿去喝掉啊 可能現在喝 可能現在 你笑什麼 這是一個 我在問問題 你笑 這樣讓我變得很剛剛 你笑超危險的 你笑你不笑都沒事 沒有 這經過很惡意的簡介的話 好不好 哈哈哈 簡直真實 對 我團隊該不會這樣弄了吧 那你現在都是去那種酒吧 sake bar 還是什麼 都去啊 你現在是開始品酒了嗎 那威士忌這樣 沒有 還在吹出來 還沒 還沒開始 不喜歡啦 真的就是假的 不是假的 然後不適合我啦 哦 我是會假的 是我在喝那個 我這張品的話是假的 因為我根本喝 我 你喝不出來 對啊 對你來說會太假白啦 對啊 然後 就是我沒有過的東西 我都要拿 看看 就是我沒有 住過有電梯的地方 我就是 我搬家我一定要有電梯 然後我想要逛看看精品 然後去試看看 這東西是不是適合我 所以你現在有這頂帽子 Nice 對啊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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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